有一个女孩 她的名字叫夏威斯 我们曾经介绍过她 她是个菲律宾的女孩 三岁开始就看她的父亲 对她的妈妈家暴 妈妈带着她和弟弟三个人 相依为命 她到处演唱 只为了维持生活佳绩 后来她被注意到了 因为她去参加了 韩国的选秀节目 被迫在YouTube上 这些看起来都很像台湾小胖 当然她的命运 要被惨太多太多了 可是她后面发生的故事 越来越传奇 首先是美国脱口秀的女王 Opera发现了她 请她上节目 其次是Opera干脆好人做到底 请来了全美国最著名的 天王制作人David Foster 帮她制定节目 在于Foster感动她的声音 更感动她的故事 最近我们听到最新的消息 是Andra Bocelli 跟史兰迪欧都邀请 夏瑞斯与他们合唱 夏瑞斯与台湾的小胖发起过程相当类似 她在韩国选秀节目上的精彩演出 透过YouTube流传 这位15岁的女孩 同样因此被邀请 前往美国电视节目 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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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了 好 太阳 太阳了 好 太阳 太阳 太阳了 好 太阳 太阳了 比小胖更幸运的是 之后她被脱口秀天后 欧普拉向众 以实力赢得了一连串 普通人梦寐难求的机会 欧普拉点时成功 夏瑞斯 麻雀变凤凰 由欧普拉做推手 夏瑞斯立克推开机会之窗 天王制作人大卫弗斯特 赞许她的才华 收尾门下 还将她带到米高梅广场 在大卫弗斯特与郝勇人的 音乐饗宴演唱会中露面 为女艺术搭向知名度 夏瑞斯当然有她 惑人的天赋 但是能够让 欧普拉力挺 来自异国的小女孩 她坎坷的身世 显然深深地 打动了脱口秀天后 出生菲律宾的夏瑞斯 三岁时就目睹母亲 饱受父亲家暴 她被邻居解救后 从此离开原来的房子 和弟弟与母亲三人相依为命 这段期间 夏瑞斯的母亲发现女儿 有着一副好歌喉 为了维持佳绩 小女孩从七岁起 参加超过八十多场歌唱比赛 热情的支持者 将她的参赛影片上传YouTube 因此让夏瑞斯有机会 在07年首次硬邀前往韩国演唱 接下来的发展 一步步改变她的命运 哈喽 哈喽 这是中国中国的声音 哈喽 你好吗 哈喽 我愿意邀请你来跟我 哇 我现在真的很开心 我愿意邀请你来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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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邀请你来跟我愿意邀请你来跟我愿意邀请你来跟我分享 我愿意邀请你来跟我说